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娱乐热榜 每天为你们分享有深度的娱乐事件 喜欢我希望你能订阅加关注评论哦 演艺界是一个时代交替快速的地区 对许多男演员而言恋爱、玩婚是忌讳 大牌明星演艺界是一个时代交替快速的地区 对许多男演员而言恋爱、玩婚是忌讳 大牌明星关心任嘉伦的朋友都了解 任嘉伦早一完婚变成了爸爸 但在演艺界或是第一线男明星 人气一点也不败给人气小鲜肉 任嘉伦往往能变成这般独特的存有 其缘故各种各样 2016年电视连续剧《大唐荣耀》的播出 酷帅的年轻人进到大家的视线 他是嘉伦 在剧里嘉伦饰演男士二号的人物角色 以出色的表演和酷帅的表面吸引住了许多观众们 在电视连续剧的播出中数次走上受欢迎排名榜 任嘉伦也很艰辛2017年任嘉伦就在火爆的情况下 他在Twitter上公布了恋爱 另一方是聂欢 仅仅个小演员 基本上没有曝光率任嘉伦公布恋爱后 在网络上在网上试用 有的在脱粉 这针对发展期的演员而言并不是好事 但也有些人见到任嘉伦的责任人和实情 比蛮爆粉丝恋爱的偶像英勇得多 这件事情对嘉伦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可是留有了真真正正的粉丝 嘉伦以后也在拍摄 任嘉伦的优秀品质任嘉伦一直很安静 恋人也很高 在演艺界的人气也非常好 以后和杨子李线协作拍摄了天使的白蛇传说 本剧播出后任嘉伦又引燃了一部文火 以后任嘉伦参演的锦衣下引燃了 任嘉伦的表演再度被认同 以整体实力遭受尊重 任嘉伦的粉丝也绝大多数变成了工作粉丝 任嘉伦的诚信 英勇等 是他在演艺界能行走的长期性缘故 作为演员最重要的是迈入当场 做好自己的工作中 任嘉伦用行动告知大家 演员要用整体实力讲话 卖单身人员并不是长期性的方案 任嘉伦也想要和粉丝共享自身的日常生活 彼此之间双重奔波 比如任嘉伦拥有小孩后 第一个时间在网络上和粉丝共享喜讯 获得了成千上万的祝愿 他与老婆也十分亲近地深爱着运营家庭 坚信任嘉伦的演出露面会出现更高的成效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留言哦 对此开始